哈喽,这回声音和图像怎么样? 声音跟图像是否OK? 声音跟图像是否OK? 能看得到,能听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吗? 可以了哈 好了,那可以的话,咱们就开始上课 好,能看得到就OK了哈 我们开始上课啊 那今天有一些小小的插曲 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我不容易是吧 是你看,你想看到我不容易 要经历,要经历一些戳折 不要紧的啊,感谢大家啊 大家能够这么迅速的回到我们直播间 确确实实我们最近换了一个直播系统 那这个直播系统呢,还是在调试和测试过程当中 所以呢,咱们基术小哥立即的很迅速的反应了 然后又创建了一个我们原来的直播间 所以大家还是依然能够在啊 这个时间来看到我 是不是啊,急啥,急 而有的问啥时候抽奖,抽啥奖 抽奖,今天这是先行者计划的政客 抽什么奖,抽奖 抽奖等我讲完课的 你招什么急啊 是不是,来 我们看好了 2020年驻快先行者计划 我们这是啊 我们先行者计划的第五次课了 各位同学 第五次课,我们这次课仍然给大家讲固定资产 因为在上次课我们固定资产没有讲完 对吧 给大家留了一个尾巴 那就是关于固定资产的折旧 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记得住 是吧 来吧 我们固定资产折旧 我们一共有四种方法 分别是年限平均法 也称之为叫直线法 还有工作量法 以及两种加速折旧的方法 双倍于个地协法和年速总和法 那么其实在上一讲呢 我们啊 留了一个双倍于个地协法和年速总和法 那在这里我们说一下 双倍于个地协 那无外乎我们在算折旧率的时候 这个年折旧率的时候 它类似于我们直线法折旧率的二倍 所以它的折旧率是用 预计使用年限分之二 预计使用年限分之二 那你比如说我预计使用的是十年 那好了 那就是十分之二 那算出来的折旧率就是百分之二十 那说每一年折旧怎么算呢 每一年的折旧 比如说我固定资产 一百万的原值 然后预计净产值率是百分之五 然后预计使用年限 例如是五年 现在我告诉你采用 双倍于个地协法记忆提折旧 我们可以算一下 那每一年我需要提多少折旧 那第一年怎么算 第一年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计算折旧的时候 千万注意 是不考虑预计净产值的 是永远不考虑吗 注意不是 不是永远不考虑 是到最后两年我们才考虑 所以第一年怎么算 那应该是拿一百去乘百分之四十 对吧 五分之二嘛 五年 预计使用年限分之二 所以是五分之二 那就百分之四十了呗 所以算出来应该是四十万 OK 这是第一年的啊 那第二年呢 各位 你还能再用一百万算吗 不行了 再用一百万 你还能折到五年吗 这时候要用净值 那净值就是一百减四十 剩六十了 所以就是六十万 它的净值乘以 百分之四十 那四六 二十四万 所以第二年 折旧二十四万 那到第三年呢 第三年你能不能用六十啊 不行啊 六十减去二十四 剩三十六万 所以到了第三年 那个是三十六 乘以百分之四十 十四点四万 啊 这个数字啊 不知道对不对 自己可以算一算 是不是十四点四万 啊 大概率是对的 因为我讲十年都是这些数字了 啊 这个形成条件反射了 我就知道三十六 乘以百分之四十 啊 十四点四万 OK 好了 到了第四年和第五年的时候 大家注意了 到了最后两年 因为你之前都是没有考虑预计净残值 而且你加速折旧 你会发现你如果第四年 第五年 你还要按照这个方式 第一 预计净残值没有考虑 所以怎么办 在最后两年的时候 倒数最后两年的时候 要把那个净残值扣掉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注意这个 在我们注会啊 正式专业阶段学习的时候 也要提醒你 你给我记住了 我给你的可不是预计净残值 给的是预计净残值率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要把预计净残值算出来 那预计净残值怎么算 应该是拿你的原值主要 原值去乘以预计净残值率 算来是五万 那这五万是你的预计净残值 所以拿十四点四去减五万 这是后两年 应提主的折旧 再去除以二 那这个数字应该没算出 应该是来算14.4 哪是14.4 36减44.4 36减14.4 这是21.6 21.6减去五除以二 我没算出应该是8.3 是吧 我记得应该是8.3 今天这桌不方便 一写这 这都不是我正常写这的水平 来回晃这桌 OK了吗 来咱们复排一下 采用双倍于个递解法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算年折旧率 那年折旧率怎么算 拿预计始终寿命分之二 十年那就是十分之二 百分之二 五年那就是五分之二 是百分之四十 考试一般都是五年居多 然后呢 你再算年折旧额的时候 怎么算 一定注意是用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去乘以折旧率 那第一年 你的净值没有提过 那就100乘以百分之四十 四十万 第二年一百减四十万剩六十万 六十万乘以百分四十 二十四 第三年六十减二十四 三十六万 三十六万乘百分四十 十四点四万 到了第四年和第五年 最后两年 要把固定资产的净值扣除 残值之后的余格平均摊销 平均意味着除二 对吧 最后两年都是除二 所以是八点三万 OK吗 同学们 跟得上吗 啊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好 如果跟得上的话 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事啊 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啊 年限平均法的时候 我没有说具体的年限 那这个呢 我把年限加上看好了 说这个设备什么时候买的 2019年的8月1号买的 啊 2019年的8月1号买的 那么现在呢 我想问你 2020年 这设备要提多少折旧呢 2020年要提多少折旧 那应该怎么算 来我们看一下啊 你要知道我们第一个折旧年度是从2019年的几月 是8月不 对吧 你8月1号买的时候从8月1号开始算 对不对 是不是8月1号了 是不是 哎 不是啊 9月啊 上次不就是因为这事 我说我给你们炸出来了吗 你以为你会了 你以为你懂了 你没会 所以从9月1号开始 那么第一个折旧年度是到2020年的8月31号 第二个折旧年度是到2021年的8月31号 那我现在想问你的是20年我要提多少折旧 那这时候得分段算了啊 看好了 这是2020年的1月1号 这是2020年的12月31号 哎 我问的是这段期间 那你会发现他跨度了两个折旧年度 各位折旧年度跟快递年度不一样了 那么第一个折旧年度它跨度的是8个月 对吧 第二折旧年度呢 多少 别掰手指豆了 一年12月前八后四嘛 对吧 你还掰什么手指豆 上考上你看到掰手指豆都不是听我课的 听我课的根本就没有掰手指豆 而且你手指不够用啊 各位 对吧 一年12月你你长10个手指豆 所以这几啊 四 那我们刚才算出来第一个折旧年度的折旧额是 40万 所以40万乘以 十二分之八 加上第二个折旧年度我们算成24万 24万乘以 十二分之四 这数字我就不算了啊 可后你可以自己算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我整个20年应当记题折旧的金额 说清楚了 好了 双倍于个低险法我们 讲完了 没有什么难度 啊 这东西本身它也不难 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 跟得上吧 啊 跟得上 是吧 跟得上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 说 最后一个啊 也叫加速折旧 这叫年数总和法 什么叫年数总和 你看它的年折旧率啊 它是拿预计使用年限的年数总和分支上和使用年限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预计可以使用五年 那年数总和就是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对吧 这就是年数总和嘛 年数总和五年的那就是15 然后分支上和使用年限 那什么意思 来 看好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五年 那么第一年的折旧率是多少 第一年年数总和是15 上科使用年限呢 那是五年呗 对吧 那到第二年呢 第二年的就是15分之四 第三年呢 15分之三 对吧 第四年呢 那就是15分之二 第五年呢 那就是15分之一 各位 来抢答题啊 15分之五加15分之四 加15分之三 加15分之二 加15分之一 等于多少 来抢答题啊 多少 这些加了一块等于多少 嗯 啊 咱们这个 哦 等于一 一不就是百分之百吗 对不对 好了 这个事了解了啊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说 每年的折旧率怎么算 每个折旧年度的折旧率怎么算 那既然你是一 一又是百分之百 那我想提出折旧是多少 我就把它去乘以我每年的折旧率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买个设备 一百万 然后预计净禅值率是百分之五 那我想问大家 我需要提竹的折旧是多少 是一百万吗 注意你要扣掉预计净禅值 那应该是一百 传括号一减 百分之五 所以我需要提竹的折旧是 九十五万 啊 需要提竹的折旧是九十五万 那么第一年我需要提多少呢 那就是拿九十五去乘以十五分之五 第二年呢 九十五乘以十五分之四 以此类推了啊 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 都是乘以九十五 那好了 接下来又是一道抢答题了啊 看好了 又是一道抢答题 听好了 九十五乘十五分之五 嗯 聪明 所以今天来听课的各位 你都很聪明 是吧 等于九十五 我需要提竹的折旧 不就是九十五万吗 说清楚了吗 好了 问题又来了 说我这设备什么买的 2019年的2月14号 一个美丽的日子 是吧 情人节 那我现在想问你 2020年 我这设备要提多少折旧呢 这跟那个双倍预告地价法 到底是一样的啊 注意你的折旧年度和你的会计年度未必一致 如果不一致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分段算 怎么分段来看好了 从哪天开始折 应该是19年的3月1号 对吧 第一个折旧年度到20年的2月多少 20年的2月29号 注意20年是润年 2月是29天 对吧 他不是不是那个28天 他是29天 所以到20年的2月29号 第二个折旧年度呢 是21年的2月28号 你看这多么严谨啊 对吧 多么严谨 因为我边提的时候 我知道到20年的时候 它就是润年了 是吧 润年的话 那就是多一天 好了 现在问你20年 那这从这 导致 对吧 这段期间 那第一个折旧年度 跨度的是两个月 第二折旧年度 跨度的是十个月 比如说第一个折旧年度 我算出X 第二折旧年度是Y 那我现在20年 要提多少折旧呢 那就是X乘以12分之2 加上Y乘以12分之10 算出来是Z 所以Z就是我应该 记题折旧的经验 说清楚了吗 差不多了 所以没有什么难度 是吧 来吧 各位同学跟得上吗 就说这老师好聪明 这就是聪明了呀 哎呦天呐 你这是 我没法说了 这是最基础的了 是吧 15年讲这东西 可以了 自问自答 确实啊 有的时候入课也好 或者给你们上职位也好 确实有的时候 我也挺崩溃的 崩溃什么呢 就是跟精神病只差一条线 那精神病 它不受自己的 这个思想的控制哈 我现在也是差不多 只不过受我思想的控制 我也是自问自答 而且我为了给你们上课 你会发现今天的啊 PTV背着呢 我又火了 就我不断的去调 让大家看着舒服一些 不但看我舒服 看我的PPT背景 也要舒服一些 好了吗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啊 就是想找个理由 夸夸我是吧 哎 不用好好上课 好好学啊 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呢 实际上啊 这个先行者计划 这个阶段了 说这本书都有了吧 先行者计划 这个阶段呢 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 学习的压力不是很大 而且明天晚上我还有课 对吧 明天这课就结了 所以学习压力不是很大 那真正学习压力大的不是我们这个阶段 而是行者加飞跃了 行者加飞跃 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我在上课的时候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会调整整个啊 上课的状态 所以要珍惜我们现在上课的状态 要珍惜我现在对你的这种啊 这种上课的这种态度 你等我真正上课 你像有的同学听过去年12天飞跃计划 啊 最后讲那个主观题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那是真正的我 我替你们急 对吧 我希望通过我的啊 讲解能够真正让你吃透 理解到位 好了 收回来 那收回来 我们找个题做一做好吧 我们看一下啊 说某企业18年6月 购尽设备一台 该设备的入账价值为100万元 预计净弹值为5万元 预计可以省5年 在采用双位预格递减法 既提折旧的情况下 问你19年要提多少折旧 那19年要提多少折旧呢 各位 它是18年6月购入的 是吧 那18年6月购入 我从哪天开始提折旧呢 那应该是 二某18年的7月1号 然后第一个折旧年度 是到某九年的6月30号 第二折旧年度是到 应该是 20年的 6月32 对吧 那他现在问你是19年 这很简单了 19年 来 这是六个月 第一个折旧年度 来 这是六个月 这是第二个折旧年度 是吧 第一个折旧年度怎么算 一百万的原值 预计是什么年 先是五年 那折旧率是多少 百分之四十 乘以十二分之六 加上第二个折旧年度 第二折旧年度 大家注意这个题 跟我们看来算的是一样的啊 第二个折旧年度 等我们真正讲柱块的时候 这东西你就别拿脑子去算了 这应该是条件反射了 各位 一百乘以百分之四十 那剩的就是一百乘以百分之六 对吧 那就应该是六十万 所以六十万乘以百分之四十 再去乘以十二分之六 第一个这是四十 一半的只是二十 第二二十四 一半就应该是十二 所以加了一块应该是三十 好 正确答应是D 跟得上吗 各位 来 跟不跟得上 有的同学 老师净蝉值啊 净蝉值 净蝉值丢了 是吧 净蝉值丢了 有用吗 双倍余额地解法 净蝉值有用吗 没有用啊 对吧 预计使用年限五年啊 净蝉值没用 到最后两年 才考虑净蝉值呢 说清楚了吧 OK了 好 对 不用考虑到最后两年才考虑呢 所以你会发现啊 你认为你听懂了 那真就不一定 就像我刚才讲的时候 来我给你放过来啊 我写着一瓶是吧 你感觉哦 这东西我会了 但是拿题一做 而且这个题考试 大概就不会这么考你啊 这多简单呢 诸块考这题啊 这是初级的题啊 这诸块不会考这题的 只不过这是基础 那你必须得把基础夯实了 说清楚了啊 好 跟得上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就把啊 刚才说的这个双位于个递减法 咱们列了一个是吧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一个题 这个题就比较具有综合性 而且咱们练的是年数总格法啊 说讲思维增值是一般纳税人 该公司18年5月10日 购路需安装设备一台 来停一下 需要安装的设备一台 那么我购路时 能不能直接进入到固定资产呢 很显然不能 这个我们上节课讲过 如果需要安装 那么首先第一步 要通过 再建工程 对吧 要通过再建工程 来在借方进行规及 规及跟 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合理的必要支出 OK 那么 说价款是500万 可抵扣的增值税进行税是80万 你是一般纳税人 所以这不用管了 对吧 通向及格的妖魔鬼怪 一般的打死啊 然后为购买该设备发生运输途中的保险费20万要进 然后设备安装过程中 领用材料50 这要进的啊 然后相关的进行税格8万 混淆视听 又一个妖魔鬼怪 支付安装人员的工资12万 那这是要进的 设备在18年12月30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好 那么到这我们停一下 你5月10号买的 到了年末12月30号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我想问大家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那很简单嘛 对吧 就是我刚才说的买价 这是要有的500 然后保险费这20 这是要有的 然后再来材料 这是要有的人工 这也要有 是吧 你是可以把它加在一块 来 我你算一下 我口算 五百五十 对不起 五百五十不对 五百八十二万 我口算出来了 五百八十二万 对不对 好 五百八十二万是什么 是固定资产的 入账成本 接来往下走 说蒋公司对该设备 采用年数总合法 记忆提折旧 预计手年限十年 预计净产值为零 假定不考虑其他月数 问你19年设备 要提多少折旧 你看这提出的很简单嘛 对吧 他是整年整月提出的 发现了吧 我18年12月份达到预定可 什么状态 我是从19年1月1号开始提出的 所以他是整年整月的 那有同学说 老师这十年 十年 十年怎么了 十年怎么了 各位 十年怎么算 那就1加2加3加4加5 一直加到10呗 对不对 一直加到10就可以了 这没有问题 那么加一下 1加上2加加加加加10 等多少 等于55吧 应该是 对吧 应该是55 说这个东西怎么 老师要考试考你30年 不会的 你放心 考30年 你来找我来 他要考你一个年数总共法 说预计使用年限30年 你来找我来 然后我告诉你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教你 这个小学啊 我们学过奥数的啊 就是首相1 尾相30 括号乘以相数30 除以2 首相加尾相乘相数除2 这就是1加到30的结果 你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1加到10是不是 来 看好了 1加10括号乘以10除以2 等于多少 55 首相加尾相乘相数除2 对不对 你看哎 你看你今天学这个先行者计划 我还给你讲奥数了呢 是不是 这是我唯一记住的一个奥数 为什么我要记它 就是因为我讲啊 会计 讲会计就有年数总格 那当然啊 我们就是我们原来在整个我学习会计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要需要老师很迅速的反映出来的啊 好了 谢谢说老师真棒 这不算啥 是吧 这不算什么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5 8 2 这是原值 这个题告诉你有没有预计净缠值呢 哎 0 那就减0呗 然后去乘以55分之10 对吧 那可以算一下 来 我给你算一下 582除以55乘以10 105.82 来 105.82 所以正确答案是A选项 OK了 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把整个这四种折旧方法我们就都给大家讲完了 难吗 不难 唯一在这里我需要提示大家几点问题 首先第一个 如果是双倍余格递减法 以及年数总格法 这两种方法提折旧的时候 大家注意了啊 你这个折旧年度 和那个会计年度 不一定一致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你要看准了 是不是折旧年度等于快递年度啊 这是第一个要提示给大家的 第二个 我们说双倍余格递减法 之前需要考虑预计净残值吗 不用 所以对于预计的净残值 只有在最后两年 我们才预计考虑 前面不用管 但是呢 大家注意了 它比较有特色的是什么 它那个折旧率 在最后两年之前啊 是不变的 发现了吧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五年是吧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它的折旧率都是40% 然后到了第四年和第五年 相当于是变了 OK来再来 第三个 这个年数总格法 那首先第一个 这个预计净残值 要不要考虑呢 要考虑 上来就需要考虑 对吧 第二个 它这个折旧率呢 大家注意 折旧率是年年变 折旧率是年年变 第一年十五分之五 三分之一 第二年十五分之四 第三年十五分之三 以此类推了 所以这是啊 这两种特殊的方法 提示给大家了 那你像什么年限平均法 那就无所谓了呀 对吧 那就无所谓了 OK了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第九个问题 是关于固定资产的 后续支出 那说什么叫固定资产的 后续支出 也称之为叫后续计量 你比如说 你有台设备 你有台机器设备 那这个设备能不能 预计减十年 这十年 任何问题不出呢 有可能 但概率高吗 不高 修修补补 适当的是要有的 所以我们说 对于固定资产 后续支出 那么在发生 后续支出的过程当中 这些修理费等 我们要看好了 如果他满足了资本化条件 那我是需要对其资本化的 如果他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那么我是需要对他进行费用化的 尽当其损益 好了 各位 咱们未来都是学筑快的 咱们今天所有听歌的这些人 我相信大部分 未来都是学习筑快的 所以各位听好了 我在这里跟你说一下 什么叫满足资本化条件 什么叫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所谓的资本化 各位啊 资本化说白了 未来我们是要形成资产的 对吧 那好了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资产 这个资产我们之前是讲过的 它的定义知道吗 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这是资产 好 这里最主要的 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 我修理这个肯定没有问题的 企业拥有的 这也没有问题 那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的流露呢 这要画个问号了 如果流露的话 那你再来看 说金额能够有可靠的计量呢 再画个问号 如果说是否能够 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露 达到了很可能 那没问题 但是金额呢 哎 金额也能够可靠的计量 那实际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各位 来 你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资产的确认条件 只要是资产在满足定义的前提之下 还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与该资源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露 第二该资源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只有这两个条件满足了的话 才可以确认资产 那就这个整个后续支出是否符合资本化 我先说一下 从英诗的角度 我们真要是参加2020年做块考试 大概率考试这个东西 不会让你做出一个专业的职业判断 大概率 我想他会直接告诉你 即使不说 他会有一些专有名词 比如说更新改造 哎 你看到更新改造了 没有特殊情况 这叫满足资本化 再比如说改扩建 这些专有名词 除非他特殊说明 说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那否则的话 都应当将其资本化 也就是说 他是要未来形成一项资产的 OK 那说不满足资本化条件呢 那就费用化 对吧 因为他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没法确认资产了 你钱还花出去了 那不就是费用吗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像修理费 那在这里 大家注意有个容易混淆的 叫大修理 这个大修理支出 到底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 原则上不符合 听好了啊 我每个字 你都给我认真听 别六号 原则上 不符合 但人题目到上 你说这个大修理支出啊 它符合了资本化条件 符合了资本化条件 意味着什么 它就符合了呗 对吧 就这些条件 它都满足了呀 那就可以去认一项资产 说清楚了吗 好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听好了 所谓的修理费也好 或者大修理支出也好 这些都是费用化 直接在发生时 尽当期随意 说清楚了 那好了 接下来 说资本化 我们要形成一项资产 对吧 那这个资产是什么呢 很显然 你是对固定资产 进行更新改造 进行改过件 那么我们需要 对固定资产 去增加它的价值 形成固定资产价值的增加 所以我们在 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 这个固定资产 实际上你是不能再使用了 对吧 比如机制设备 我停止 进行更新改造 那肯定不能用了 怎么办 先把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转 再建工程 把它转到 再建工程当中 OK 那账面价值等于什么 等于原值 减折就 减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你比如说 固定资产 原值1000万 以提折就600万 以提减值准备50万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多少 账面价值应该是 350万 那就先把这350万 转到再建工程当中 他分数来 借 再建工程多少 350 对吧 借 累计折就多少 累计折就多少 600 是吧 借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50 再 固定资产1000 这分数没问题吧 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再建工程当中 那你会发现固定资产 是不是都说白了 没了 说没了 没了你还提折就吗 你提啥呀 就别提了 所以我们在改阔建期间 符合资本化的注意要 要停止 既已提折就 因为你看分路啊 固定资产都被带掉了呀 它都被处理了呀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了 固定资产要停止 既已提折就 来回过来 那么整个固定资产 在更新改造期间 你发生的符合资本化的这些支出啊 各位都要通过再建工程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说白了 还是在这里进行规及 那你比如说 我在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 我发生一些改造支出 那借在建工程 带银行出版 改造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可能 有其他的 你比如说 有领工材料了 那就借在建工程 带原件账 再比如说 我有职工信酬 那就借在建工程 带应付职工信酬 这倒没有什么 那接下来看第三个 各位 第三个 是我现在给你讲的重点 也是我们20年 行者计划的重点 也是20年 你参加筑块考试的重点 挺好了 是什么 是有替换资产时 什么意思 整条生产线 这是整条生产线啊 那你其中的这块 出现问题了 我需要把这块 给它拆除 然后买个新的 把它加入 那你想想 大家想想 你把拆除的这一块 你给它拆除去了 那你在建工程当中 是要把这一块 它的价值 给它移除 如果不移除的话 意味着什么 你这一项固定产 未来转雇的时候 你既有新沟路设备的 你还有原来老设备的 但是实际上 它原来老设备 已经被拆除了 所以要把原来 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从在建工程当中 给它剔除 这能说清楚吧 把它剔除 能说怎么剔 记住了 那就待在建工程中 就OK了 对吧 一定注意 是它的账面价值 把它剔出去 如果有材料 或变价收 借一项充管 如果啥都没有 那就是扬业外支出 这叫净水师 这叫净水师 一定注意 是账面价值 而非原值 一会儿这个我要找题 给你说的 人生听 别六号 别自己给自己出题 我们现在好多考生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当然这个阶段还行 特别你要真正记住 到20年备考的时候 你可千万注意 你别自己给自己出题 说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 哪有那么多这种情况 哪有啊 没有 千万记住 别自己给自己人为设定题目 其实每一科都是 那财馆 财务成功管理 有的时候 郭老师 跟我说 这个学生自己给自己出个题 给自己绕进去了 那考试从来不这么考 而且 他出的题 关键是不对呀 所以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出题 听懂了吗 听懂了啊 这么多年考试下来 就没有你出的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我们要学习专业知识啊 为了考试 别自己给自己出题 他说 老师我就想提高我自己的技能 提高我自己对快递整体的认知 我自己给自己出题 那可以 那管不着嘛 对吧 好了 你看这个同学啊 是这个 朵拉 朵拉我知道哈 朵拉是一个动漫人物 是吧 朵拉是教小孩英语的 他就给自己给自己出个题 叫大修理失败 然后画个问号 失败就失败呗 你告诉我大修理 什么叫失败 失败再修啊 对吧 再修啊 怎么叫大修理失败呢 是不是 好了 那说又喊你 是啊 你 我刚才想到了 我一抬头就看到你了呀 是吧 就看到你 当然我要点你了 这就是直播客 各位 你看多好玩 来继续啊 这些工作都结束之后了 那么把再建工程 转回固定资产 什么时间转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把它转回到固定资产当中 那么转回之后呢 相当是一个新的固定资产了 对吧 那你要重新估计他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摊值 包括折旧方法 要重新估计一下 OK了 那么转回固定资产 来说重新确定他的什么寿命 预计净摊值和折旧方法 说清楚了吧 那接下来 那我们看一道立题 看完立题 回过头来再来说这个事啊 先看这个立题 说蒋公司为增值一般大使人 19年2月 蒋公司对一条生产线进行改造 该生产线改造时的账面价值为 3500万元 其中拆除原冷却装置部分的账面价值 为500万元 这有拆除部分的1500 生产线改造过程中 发生以下费用或支出低 购置新的冷却装置1200万元 增值税156万元 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玩去 是吧 第二 在资本化期内 发生专门借款利息80万元 这我简单解释一下 那这个其实呢 跟我们后边要专门讲的一个叫专门借款 当然这块是不讲的 我们先休是不讲的啊 先行者计划不讲 等行者计划会说 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 你如过上山前景 没钱 没钱什么 借 借来你要给利息 那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是需要进行资本化的 那这个后边我们讲 这个咱们就直接用了啊 所以这块呢 我就不把它展开说明了 那我就把它展开说明了 所以这八卦要进 然后生产线改造过程中 发生的人工费320 这也要进 领用库存材料 是200万 增税21万 怎么办 玩去 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对吧 第五 外购工程物资400万元 全部用于生产线 增值税 52万 你们说怎么办 玩去 对吧 跟他没有关系 好 然后继续 说该改造工程于19年12月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不考虑其他艺术问题下列各项 关于甲公司该改造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转固定资产时 确实路障价值中正确的是多少万元 什么意思啊 就是问你更新改造固定资产的路障价值是多少万元啊 那接下来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你信我的 你画个钉字账 这钉字账什么 再建工程啊 对吧 你画个再建工程的钉字账 第一步干什么来的 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截转到固定资产 截转到再建工程 对吧 那么他的账面价值多少 告诉你了 3500 以致条件 其上 3500 然后呢 告诉你 说其中猜除部分 账面价值是500 那500怎么办 减掉 对吧 减掉 改造过程中 新买的冷却塔 1200加上 然后资本化的利息80加上 人工费300 加上 材料200加上 外国工程物资400加上 没了吧 那好了算呗 对不对 来 你自己拿计算器啊 你算这是3000 4200 自己算吧 4200 4600 4600 5500 4600 5200啊 是5200啊 所以这应该是 5200有没 有啊 那选A呗 就这么简单 口算 你看 我现在能力也上来 对吧 你要真是了解我的同学 你知道我拿计算器都算错 也不知道我为啥讲会计 但是一算数就算错 有的时候上上课 自己也算错了 但还好 但还好 有你们 是吧 我们直播课 我算错了 你会告诉我的 呃 这个题就OK了呀 没什么难度 回头我多说一个啊 就这块租赁方式租赁的固定资产 啊 这块呢 是结合着新的租赁准则 简单说一下吧 你比如说甲啊 把它的设备租赁给乙 甲呢 是出租方 乙呢 是乘租方 我们说原来租赁哪 分两项 一个叫融资租赁 另外一个叫经营租赁 对吧 那我们现在说是租赁方式租赁的 指的是快递主体是你公司啊 那但是现在新的准则呢 大家注意了 对于乘租方来说 无债区分是经营租赁 还是融资租赁了 啊 只要满足条件 这叫什么 这叫使用权资产 啊 把它做使用权资产 当然对应的实际上还会有一个租赁负债 啊 这块还会有租赁负债的产生 那等这块呢 啊 我们2020年的教材 一定是新的 啊 租赁这张一定是新的 你放心 这个百分之一百确认 我敢确认 他一定是新的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 现在你没有必要给自己去 老时候呢 我是不是要把新租赁主任学一遍 没必要 没到时候呢 好不好 哎 那现在呢 我以公司 我租赁的这个资产 当然满足条件啊 如果是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那不算了呀 你租赁一个办公楼 毛批的 你租赁比如说五年 那好了 你现在对这个毛批的办公楼 进行什么 更新改造 装修被说白了 那装修的话 比如说花了五百万 你能把这五百万一次性费用花吗 很显然 它符合资本啊 资产条件的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怎么办 做长期 带摊费用 啊 做长期带摊费用 然后在 剩余的使用年限 与租赁资产 租赁 这两者之间 矫短者进行摊销 听一遍就可以了 这个阶段不作为重点 未来也不是重点 这东西 真正学租赁的时候 咱们再说 说清楚了啊 有同学说百分百考 确实是 就是租赁 来年教材百分百遍 大概率 要考 考什么 考 比如说考个计算飞机题 或者考个综合提计动作 一部分 就完全有可能的 这等我们 到20年行者计划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说 好不好 来那接下来 我们看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不满足资论化条件的 那剩余的可就都是费用化的 费用化 原则上我们进两个科目 一个是管理费用 另外一个是销售费用 那说什么情况进管理费用 什么情况进销售费用 各位 你今天来听课的各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初级的 就你看我讲快递有天然的优势 为啥 初级快递我讲 中级快递我讲 注快快递我讲 初级中级注快 他这个书啊 有的内容是一样的 他写法不一样 所以我得提示你 就包括去年 我给中级做面售穿奖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我说有没有学注快的 我这种规定不一样 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 考哪个按哪个来 所以学初级的 你按照初级来 那我们今天其实面向的 绝大多数的同学 应该是未来要考注快的 所以我们按注快的标志来 你说如果说是我们行政管理部门 行政管理部门 那么你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当然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是把它进到管理费用 如果是专设的销售机构 这个销售部门固定资产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修理费 进销售费用 来 关键是在这儿呢 看好了 生产产品的 这个固定资产 比如说车间的机器设备 那么它的修理费用 要按照存货成本的原则 进行处理 啥意思啊 说白了 进制造费用 这是我们注快教材的一个说法 要把它进制造费用当中 制造费用可不是随意啊 制造费用 是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它是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这个适当关注一下 有书与书之间的 这个差异 适当关注一下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就把固定资产 它的后续支出 全部给大家介绍完了 你看 也不难 各位 是吧 也不是很难 后续支出 全部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 第十个问题 是关于固定资产的处置 各位 什么叫固定资产的处置 固定产处置 实际上就指 我们满足下列条件的 要终止 确认 要终止确认 那说只要满足其一 就要终止确认 那第一个 说该固定资产 处于处置状态 包括什么呢 出售了 转让了 保费了 回水了 投资了 交换了 债务重组了 等等等等 等等等 这叫处于处置状态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 说该固定资产 预期通过使用科处置 不能产生经济力 第一个其实好理解 对吧 说白了 你固定下 或者是不能用了 或者投出去了 或者卖出去了 这还好理解 第二个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终止确认 来 为什么 各位 我们实际上 虽然是先修啊 各位 虽然是先修 但是有一些基础 在这里 你就要打牢 为什么 因为你基础不牢 后边有好多东西 你是靠背的 你没有真正理解 你没有真正理解 你像我之前 上课给大家说过的 存货 我们讲的时候 有一年考题考的很灵活 企业买了一些玩偶 发给潜在的客户 那么这些玩偶 他已经把钱付出去了 而且这些玩偶 已经入库了 那我问你 这些玩偶 是不是企业的存货 这些东西 你如果说 你真正不懂原理的话 你靠死机应备 那考试 他可以随便出啊 各位啊 所以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懂什么 懂原理 来 这什么原理啊 说该固定产 预期通过使用 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力了 各位 不能产生经济力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不满足资产定义了 对吧 不满足资产定义了的话 各位 你还能叫资产吗 你还有脸叫资产吗 不能了 所以怎么办 终止确认 这是原理啊 所以好多东西 你不是要靠背记的 各位 你就想整个 诸会教材30张 说白了啊 除了政府快递 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因为那东西也是新的是吧 虽然我讲了几年了 初期早就有 但是那个东西 平时咱也用不到 这我坦诚的说 我投上课之前 我是需要认认真正的 把每颗目好好背一背的 然后你才能看到老师在这里 夸夸其谈 是吧 爆背路旧 那确实确实是 我是我也需要背 但是你看 除了三上以前的这些东西 你说靠背 不是的 还是要知道它背后的原理 然后再知道原理的基础之上 你去学习 你去理解 我再给你点方法 我再给你点所谓的小口诀 小窍门 那你说这东西咱60分 不就很容易吗 没让你达100分 你也达不了100分 明白这意思了 来 怎么处理 先把固定资产转清理 科目叫固定资产清理 那第一步 先把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比如说 我们有一项固定资产 它的原值是1500万 然后 以提折就600万 以提减值准备100万 那我问你 它的账面价值多少 账面价值800万 对吧 账面价值800万 那好了 第一步整吧 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固定资产清理 那应该是借固定资产清理 800 借累计折就600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0 对吧 然后账固定资产 1500 OK 第一步转过来了 转完之后 那你就看情况呗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固定资产 我们是报废的 或者我们是出售的 那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清理费用 那发生清理费用 那就把它记录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比如说 我们发生了10万的清理费用 不考虑增值税啊 那借固定资产清理10 带 银行 重款等10 当然也可能是什么应付职工薪酬啊 对吧 OK 再往下 如果说我固定资产是报废 如果是报废了 就 或者到期报废 或者是提前报废 报废的话 有可能会有残料的变价收入 或者是残料入库 或者是保险公司和责任的赔偿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我的固定资产 由谁来负责管理吹花花 认识他吧 我今天发了个微博啊 微博呢 这个有的这个同学给我截了一个图 哎 我感觉还挺好看的哈 呃 人都说我50岁了 那图结完像16的 我很高兴 然后呢 这个昨天金星松就给这上披着花啊 在脑袋上披着花 然后告诉这是吹花花啊 就这人 吹花花负责管理这个机器设备 但是因为他散离之手 导致机器设备回损报废了 那对于吹花花来说扣他50万啊 这叫什么 这叫责任 他的赔偿 在没有收到之前 这叫其他应收款啊 啊对了 我们这个课里叫吹粉粉 是吧 你看哎呦 这吹老师啊 现在名字太多了 是吧 对我们在先行者计划 他叫吹粉粉 都是他 啊 都是他 那就跟这花没没啥关系了 撑掉 擦掉啊 吹粉粉 就他去看那设备 没看好 是吧 没看好 没看好的吧 收头50万扣50 哎 其他应收款 如果有材料 变价入库了 那就原材料 如果有变价的收入 就银行充完 那如果是把材料变价 出售了的话 那下边还会有增值税的销项税 但是啊 从这么多年考试 我们看到啊 筑块会计的考试 很少涉及到增值税 很少设计啊 很少很少涉及到增值税啊 那么接下来 你比如说 我这个设备啊 出制了 那借银行出款 例如是11.3 那就没有原材料 没有其他应收款了啊 然后带固定资产经理 这应该是10 不含税的 然后带应交税 和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 这是1.3 啊 这就OK了 然后如果说你是把它给卖了 不是报废了 是把它出售了 比如说这设备啊 我把它出售了 例如我出售的价格是 啊 随便编个书啊 我随便编个书 当然编的时候 也得编的差不多 678万 这是含着增值税的 你要把它做价值分离 那就是600万是固定资产经理 78万是增值税的销项税 增值税是价外税 啊 价外税 它不影响企业的损益啊 那么最后 固定资产清理结束之后 要把固定资产清理 截转到损益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了 那么截转到损益 转到哪呢 来 瞪大你的小眼睛 立起你的大耳朵 认真听 今天学完了 以后行者计划 这块你就不用再记它了 听好了 我们固定产刚才说了 处置包括什么 出售 啊 转让 投资交换 重组 报废 对吧 包括这么多 好了 记住了 我们是因为出售 转让等原因 产生固定资产 处值的随益 或者是利得 或者是损失 因为它不是日常行为 你把固定资产给出售了 这不叫收入 它不叫日常行为 我们说收入是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经济力的总流入 这不是日常行为 因为你取得固定资产的目的 或者是生产产品 提供劳务 或者是为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或者对外出租 就是没有出售 所以你记住了固定资产出售 那不是收入啊 如果卖赚了 那叫利得 反之 那叫损失 损失跟费用要区分 费用是其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 与所有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无关经济力的总流出 这不是日常行为 所以记住了 这叫利得 或者叫损失 因为出售 拽让等原因 走的科目叫 资产处值损益 在报表上 什么表 利润表 老师什么叫利润表 不告诉你 没到时候呢 在利润表上 有一个报表项目 叫资产处置收益 有这么个项目 这个项目资产处置收益啊 这叫资产处置损益啊 一个字资 这个项目就是根据资产处置损益来填报的 那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各位 等你学合并财务报表的时候 你抵的时候 你抵的是报表上的项目 而并非是会计上的科目 OK 好 那你要是卖赚了呢 各位 看好了 你要是卖赚了的话 那个固定资产清理 我给你写来这啊 你说它是借方预格还是代方预格 就是它会产生利得 说白了 它会产生利得 你说是借方预格还是代方预格 是不是利得 应该是在代方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就从借方转出去呗 转哪呢 哎 转固定资产清理的代 啊 转那个资产处置水益的代方 反正呢 如果固定资产清理 你是借方预格呢 借方预格就损失了呗 损失什么 损失就从代方转出 转哪 也转固定资产 这个对应的根本叫资产处置水益当中 那只不过它就跑借方来了 所以你就记住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拿一个数字 自己算一算 就很简单了 好 再来 如果是因为丧失使用功能 自然灾害等发生回损 而报废 清理产生的利得和水失 看好了 啥原因 记关键词知道是哪个词吗 来 各位 关键词是什么 能找得到吗 关键词是报废 对吧 如果固定资产是报废了 或者是丧失功能了 到期了 或者是自然灾害等原因了 总而言之 它是报废了 那么这个时候 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记住了 它不找资产处置水益了 找什么 找营业外收支 如果是利得 那就是营业外收入 如果是损失 那就是营业外支出 那应该是借固定资产经理 带营业外收 这叫利得 反正借营业外支出 带固定资产经理 这叫损失 所以就这个点 各位 切记切记 啊 切记切记 抓关键词 什么是关键词 报废了 最后是营业外收支 不是报废的 什么出售 交换 重组 投资 那都是资产处置水益 那说这俩有啥区别 各位区别大了去了 利润表有一个利润指标 叫营业利润 如果你是营业外收入 或营业外支出 各位 是在营业利润之下的 换句话说 你的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是不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 而如果是资产处置水益 这个东西 它是要影响企业的 营业利润的 那它是在营业利润之上 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最大一个区别 说清楚了吗 好了 就这个点 你给我记住了 今天你把它记住了 以后也忘不掉 以后也忘不掉 说清楚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整个固定资产出置 说白了 前面都很简单 对不对 最主要是最后 最后那个点 我们到底是走营业外收入 营业支出 还是资产出置水 这个是很关键的 说清楚了吗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 各位同学 咱们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说一下 这个刚才有同学进来的时候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一直在问 什么时候抽奖 你怎么知道有抽奖 你怎么知道有抽奖 确实有抽奖 这几天斯尔的所有抽奖 都这个小子都找我 说老师 你抽奖 像听说相声的 所有学生都私信 还让我抽 好 那我就抽 也可能是我恐惧开评 但是确实是今天大奖 还是我抽 但什么时候抽呢 不是现在抽 现在你不好听 我就抽你 什么时候 等我们正课讲完 正课讲完 然后呢 还是在斯尔这个平台上 还是在斯尔 今天不在那个微博上抽奖了啊 在斯尔平台上 我们啊 给大家抽奖 那我先休一会儿啊 喝口水 刚才一直在咳嗽啊 喝口水 咱们先稍事休息 回过头来 继续给大家介绍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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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唇 这个具体 要灵活 第二 感谢观看 那应该是前期的差错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按照 前期差错的更正方法 叫追溯重处法来进行更正 那在这个阶段 各位不把它展开说明了 因为我们只是先修 你知道固定资产排行 它属于前期会计差错就可以了 那对于前期会计差错 固定资产按什么路障呢 重置成本 会计计量属性我们讲过 来 问大家啊 会计计量属性有几个 能想得起来吗 有人说什么这会计计量属性 对吧 会计计量属性你都不知道了 那我问你会计计量属性有几个 哎有的奇迹在线啊 你说六个来 你把这六个我写出来 分别是什么 奇迹在线啊 你那个六个来 你把这六个我写出来 分别是什么 啊 有同学说忘了 阿星忘了 忘了还好意思说 瞇着吧 东北话瞇着就是隐藏 别出现 是吧 往后边站 瞇起来 瞇起来啊 猫起来 是吧 啊 这怎么还有说七个的 你是故意逗我的吗 来来来 我说我看到有七个了 1812尾号4810 你想疯啊 七个 七个你当 一个星期七天啊 周一到周日啊 还七个 一共是五个 分别什么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限制 可变现净值 及公允价值 一共是五个 所以对于固定资产盘盈 我们用到的叫重置成本 借固定资产经理 代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前期插入更正 我们通过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但是各位 这是我们正常来讲课 但考试 一般来说 不通过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那说通过什么 等我们真正啊 讲行者计划的时候 再来跟你说 所以对于这个阶段来说 你知道固定资产盘盈属于 前期插错就OK了 来说盘亏 盘亏什么意思 你账上寄的是三台 一点食物变成两台的时候 丢了一台呀 这叫盘亏 那说盘亏怎么办呢 各位盘亏第一步 要把食物和账调成相符 怎么调 一定注意 是把账向食物来调整 你账上几个 三个 食物 两个 怎么办 把账上给我调成两个 那第一步先把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转到贷处理 裁裁水 哎呀 上次我讲课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小四 给我沾这个PPT啊 你看他怎么沾的 是吧 怎么沾的 给我沾一行来的 叫借贷处理 裁裁水 固定啊 累计者就 哎呀 我天哪 这小四这一定要扣 扣 扣物质 气死我了 上次就给我沾错 刚才就有沾错 我就没好意思说 这又我沾错了 是吧 下四小四 下不死 你放心吧 小四很文强的 下不死 不认真啊 行了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啊 第一步 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贷处理财产水 那应该是借贷处理财产水 借累计者就 借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贷固定资产 这个先不用管他 先不用管他 好了 这是第一步 先不用管他啊 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贷处理财产水 举个例子 比如说固定资产原值是1000万 以提折就是200万 以提减值准备是50万 那么记录到 贷处理财产水 应该是750万 应该是借贷处理财产水 750 借累计者就200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0 贷固定资产1000 OK 好 再说说这个增值税的问题 我们租块考试 大概率不会考试东西 但是我们在这个阶段 我先给大家说一说 根据现行税法政策的规定啊 如果你固定资产发生盘亏了 那尚未提折旧部分 对应的固定资产的净值部分 所匹配的增值税 不得抵扣 什么意思 我们说到增值税 它是链条的嘛 对吧 未来有肖像 进向让底 未来没肖像 进向原则不足允许底 除了自然灾害以外的 否则的话不让底 那么对于固定资产 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固定上 它跟重货不一样 重货的话 你丢了 你回水了 那么管理不上的 那你对应的都要做转出 但是固定资产不是 我之前这个固定资产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所生产的产品也好 或者提供劳务也好 它已经产生肖像了 所以那部分所对应的 增值税的进向税 是可以抵的 但是你的净值部分 没有产生肖像 那么既然没有产生肖像 净值所对应的增值税 要做进向税和转出 听一遍就可以 听不懂没关系 住会考试 80%以上不考试的东西 但是我在这个整个先行者计划 是希望给大家 尽可能的讲的更细致一些 说清楚了 OK 你们聊啥呢 说小思是吹语老师 他是 这个给你能耐的 来我看这谁 行者小气 这给你能耐的 小思是吹语老师 你知道一会直播 我跟谁播吗 我一会跟你说 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认认听课 我今天这心情好 没大飞踹 要不就大飞踹你们了 今天就大飞踹你们了 你这闲之 闲之你是闲的 我看你是闲的 说今天行者讲义有错 这给你能耐的 有错就有错 错了还不想改 这给你能耐的 你能不能认认听课了 你吗 能不能认认听课了 我刚才讲这么多 镜像是会转出 你听了吗 就是说 许阿 许阿什么 莫呀 许阿莫 说大飞踹是福利 哎我天哪 你们这现在的学生都咋的了 大飞踹还是福利 那你来吧 你来的是思耳教育 来我给你个大飞踹 给你个福利 认真听啊 认真听 好了 接下来重点来了 批准之后的处理 批准之后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存货 说存货批准之后 那你要看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如果是管理补善 那走的是管理费用啊 对吧 如果是非常损失 走营业外支出 但是对于固定资产来说 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你只要盘亏了 最后形成的净损失 都是列营业外支出 当然这块 如果有责任或保险公司赔偿 在没有收到之前 形成起的一项应收债权 叫其他应收款 那应该是借其他应收款 贷 贷处理财政水 插个借方 营业外支出 好 这里要注意了 行了 差不多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固定资产 全部给大家介绍 结束了 对于固定资产呢 实际上啊 真正到行者计划的时候 要讲的比这个要多一些 好 也要细致一些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实际上是打基础的 对吧 把这些基础的支持 给到大家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讲新课 第三个叫无形资产 各位 什么叫无形资产 来看它的定义 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 非货币性资产 这概念放在这了 那么其实它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没有实物形态 什么叫没有实物形态 看不到摸不着的 这叫没有实物形态 你比如说我旁边这个位置 站了一个人 你能看到吗 别害怕 千万别害怕 一个人自己在小黑屋里 听课的时候 戴上耳机的时候 砰炸了 别害怕 精神了 是吧 这站个人 没有实物形态 当然如果真站个人 我也怕呀 是吧 这真站个人 跟我一起讲课 他这么看着我 我讲课 那我也怕呀 没有实物形态 看不到摸不着 第二个观点词叫 非货币性资产 什么叫非货币 他不是货币的 你比如说之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对吧 你投资什么专利呀 投资什么技术啊 对吧 投资的固定资产呢 是吧 机器设备呀 这叫非货币性资产 这好理解 最主要我要解释的 叫可辨认 这是关键 什么叫可辨认 来 听好了 这支笔 听我课的啊 来放这边啊 听我课的都知道 我手里的这支笔 有神奇的供销 曾经是以三万块钱价格 要把它卖出去 但是至今为止 没人出价 啊 没人买 那这支笔是谁的 不是我的 所以你这要是花三万块钱买 我也卖不了你 因为它不是我的 它是谁的 私人教育的 可别人吗 可别人 谁的 私人教育的 来 这衣服 这衣服啊 带个小地球的这个衣服 谁的 我的 可别人吗 可别人 这就是我的 好 再来说一个 比如说 来 这啥东西啊 冰箱 对吧 哎 过去结婚 冰箱洗衣机 是吧 还有什么缝纫机啊 没有缝纫机啊 冰箱洗衣机 什么电视 空调 四大垫 冰箱 好 这冰箱什么牌子的 来 看好了 这冰箱什么牌子的 啊 冰箱什么 哎 海尔 是吧 哎 我看到了 海尔 为什么大家能发现 它是海尔呢 两个小人 是吧 海尔兄弟吗 所以你看哦 你看到海尔的标识 这个是放到冰箱上 来 再来一个 这什么电视 也是海尔的 是可辨认的 人家就是青岛海尔公司的 对吧 可辨认 那比如说啊 我今天我也出个家电 我弄个空调 我也贴这个海尔的 这个商标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那是人家的 能够辨认出来 对吧 这叫可辨认 那说什么不可辨认 来 不可辨认的 有一个东西叫 商欲 商欲这东西啊 辨认不了 商欲是什么 没法说 商欲什么 商欲啥都不是 你说它是 他就是 说他不是 他就不是 是也不是 商欲呢 实际上是一种啊 企业的超值能力 就像超人一样 对吧 他有超人的能力 那么商欲呢 他是跟企业整体相关 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个人的IQ 智商 说刘老师智商 比如说啊 咱智商啊 我没有那么高 你别想我那么高 比如说我100吧 啊 其实我智商有没有100 我都不知道 比如说我智商是100 那我这个智商100 我能不能给你 能不能转让 转让不了 我这件衣服可不可以转让 可以 这支笔可不可以转让 可以 为什么 可辨认 智商呢 智商跟我这整体人相关 我人转让给你了 我的智商自然而然就过去了 明白的意思啊 商欲它跟企业整体相关 它呢 是一种超值赚钱的能力 它是集我们企业整体相关的 对吧 你比如说 手机 对吧 手机 人家的手机卖5000 同等的 你的手机只能卖3000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企业有商欲 超值赚钱的能力 那但是这个商欲 大家注意 它不具有可辨认性 那既然不具有可辨认性 那它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吗 所以不是 听好了 它不是 它就叫商欲 这也是一项资产 这个名称就叫商欲 它是脱离于无形资产的 它也没有实物形态 它也是非货病资产 它也是企业拥有可控制的 但是它不具有可辨认性 所以它不属于无形资产 说清楚了 商欲 这要知道 对吧 超能力 像超人似的 超能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无形资产具体包括哪些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商标权 著作权 特举权和土地 使用权等 一个一个说说吧 第一 专利权 什么叫专利权啊 我有你无 对吧 我能用 你不能用 用了就侵权 侵权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专利权这个东西呢 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个专利 那这个专利权啊 比如说我起一个什么专利呢 我们现在手机都是什么啊 指纹 或者是人脸识别解锁 对不对 以后呢 我这个手机出来之后 我这个手机拿什么啊 注意声音不行啊 指纹就落了 out了 图像长双胞胎怎么样 不行啊 对吧 拿什么 冲着这手机 哈 哈口气 拿你这个啊 这一口气去去解锁 哈 一哈 当然你今天要吃大蒜了呢 你哈哈不开了 是吧 你是哈一哈 这个手机爆了 是吧 当然我这个是开玩笑啊 就是你的这个解锁的方式 这是一项专利 说如果你倒用了我这个专利 你当然你自己研发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要倒用了专利 那对不起 请权了 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这叫专利权 OK 来 再来 非专利技术 什么叫非专利技术呢 它跟专利权比较类似 但是跟专利权唯一 我个人认为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专利权我刚才说了 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啊 对吧 而非专利技术 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因为这东西保护不了 专利权 比如说类似于我们企业生产的工艺流程 就说这东西啊 你能捂多久就捂多久吧 你能自己保护多久就自己保护多久吧 没法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 比如说 这个 我们给你说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 做那个红烧肉 其实这个例子都烂大街了啊 但是我不知道咱们今天 听课的各位同学知不知道 红烧肉怎么做好吃 但是这个例子我讲的都烂大街了 红烧肉怎么做好吃知道吧 红烧肉怎么做好吃 做这个红烧肉怎么做 哎 你看这个烂大街了 是不是 哎 大飞踹属于非专利技术 这个没法受到国家保护 你保护 确实 大飞踹是我自己的专利技术 是吧 我可以大飞踹 你也可以大飞踹吗 啊 不知道 是吧 啊 啤酒炖 砂糖 老干妈 老干妈炖出来那个红烧肉 那不辣死啊 不知道 哎 还好啊 咱们今天 好多人 不知道红烧肉怎么做好吃 只有一个人说出来了哈 我告诉你 红烧肉怎么做好吃 在做红烧肉的时候 要往里边放豆腐卤 豆腐卤分两种颜色 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 放那个红色的豆腐卤 别放多了 然后你做出来的红烧肉 色相俱全 你 你别买错了 买那个白色的 你再没买好 买成臭豆腐了 那这一锅甭吃了 是吧 哎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我知道了 我今天告诉你了 你今天听完直播课之后 你买了二斤肉 你做红烧肉 你放豆腐卤 我能说你侵犯了我的非专利技术吗 没法说 所以这东西 它没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类似于我们企业的一种 比如说 生产的工艺啊 对吧 生产的诀窍啊 这个东西 这叫非专利技术 再来说商标权 这不用我解释了吧 来 海尔 哎呀 我都讲了这么多年了 海尔 咱们不知道听课的 有没有海尔的那个 公司的员工啊 有的话你给我支付点 什么广告费也行啊 对吧 哎支付点广告费 那我就每次我都举海尔的例子 那你要不支付 下次我举课 我就不上 不举海尔的 举什么格力 问题是格力那东西 我不会画 这是最关键的 海尔好画吗 画两个小银就可以了 是吧 来 这个商标权 给我解释了 对不对 哎 你的电视机 你能不能也贴这俩小银 不行 最典型是侵权的商标权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平板是吧 这怎么念 iPad 是吧 人说了苹果叫什么 Apple 大苹果呢 iPad 苹果吗 Apple 大苹果 iPad 曾经啊 这个iPad2 在中国上市 中国上市的时候 这个可能你们都没有印象啊 这个iPad2当时在中国上市的时候 要比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都晚了半年多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四个字母 被深圳 中国深圳的一家公司给注册了 当然不是为了抢注啊 就人家提前注册了 所以你到中国 你再使用这四个字母 说你这叫iPad不行 你紧权了 所以他没法上市 最后和解了 花了一大笔钱啊 这钱具体多少 我记不住了 好像过亿了吧 所以你没事 你可以注册一下 对吧 你注册一个i大头的 那苹果说不一定出什么产品 你可以注册一个iPad i大头的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啊 大家注意 这是要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商标权 著作权 著作权 去简单了 来这本书 看到了吗 这本书 编著 私人教育变化会 郭黑黑 刘百万 余美丽 G60 吹粉粉 陈格格 当然这上不是这么写的啊 所以这本书 它的注册学属于谁 属于私人教育 如果你把这本书翻住了啊 就是翻 爆板了 那你侵犯诸主学了 一告一个准 只不过我们不告你是吧 一告一个准 包括今天在座各位啊 你们是都是正版的啊 听盗版课的 就我今天啊 我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也要给听盗版课的同学说一声 你请权了 你知道吧 不是 老师那盗版上请权 你著作为虐 你知道吧 他请权 你就知道你还听 你不也是著作为虐吗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尽量啊 尽量 我只能说尽量 我不能说拿这个的道德去绑架你啊 尽量别去听盗版课 没法保证 你比如说这边一打击盗版 他打击没了 你买这点东西 虽然是当时挺便宜的 对吧 但是你后续你没有更新了呀 所以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听明白了吗 不要注重为虐 就一定要保护正版 如果都没有正版 都是盗版 各位啊 你想一想 你这一代还好 你的下一代呢 我们现在说了啊 这个国家 说了这个要保护环境 那是为我们现在的人保护吗 那都是为下一代呀 为你未来的子孙后代呀 道理是样的 所有人都听盗版 你看现在音乐就是最典型的意思 你看现在有多少歌手 出专题 对吧 春春现在出专题吗 很少了 干什么拍电影去了 为什么呀 就因为出专题这东西 不赚钱 没人唱歌了呀 你都听盗版的 以后没人录课了呀 你还听啥呀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咱们今天所有的各位 今天在直播间的这些同学 给你们啊 点个赞 感谢你们 支持中国的正版事业 点个赞啊 所以这叫著作权 特许权 哎 什么叫特许权 各位 特许是我让你 对吧 我让你 比如说高速公路 中国的高速公路 有一大部分是特许经营的 收费的不是国家 是某个企业 但是你想收费 你能收得了吗 收不了啊 对吧 那是特许经营 啊 再来是土地使用权 这个土地使用权呢 它是一种权利 你买这块地 这块地 它是实物的 你能看得到 但是你使用这个地 你只是拿到它的一个使用权 而非所有权 比如说七十年 五十年 四十年 你拿到的是这块地的使用权 所以它是一项无形的 看不到摸不着 权利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啊 说清楚了 行了 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 大家都对无形资产有个充分的认知 然后呢 各位 商欲不属于无形资产 商欲不属于无形资产 它属于啊 非无形资产 它就叫商欲 它也不是 它属于资产 但是它不属于无形资产 有同学说 那个今天老师播完之后 明天到晚就更新了 你是扎心了 行者小七 哎呀 就是从我做起吧 你们每个人哈 从我做起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 还是要支持正版的 要不然你 这国家 你都是盗版的话 那国家也没法发展的 对吧 我们不能说用这个 道德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位同学 是吧 你说你必须得买正版的 尽量呗 是吧 那你说你学习 一个生活费就一百块钱 你学习 你买正版 你买不起啊 那你听盗版 我也可以忍了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能少吃一顿饭 能少看一场电影的行为下 为学习买单是值得的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而且考注册会计师 各位 你是考注快的呀 未来 不管你在不在 会计师事务所从业 你未来真要是在 会计师事务所从业 你现在听盗版 我要是事务所的老板 我肯定不要你 为啥 你出虚假报告杂整啊 对不对 你这个人的品质 当然 我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啊 有的人经济确实有困难 这我也没法说人家 学习是好事 但如果说不是经济 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你听盗版 那就是诸若为虐 好了 哎呀 今天是不是也有听盗版呢 因为盗版商 他也要录我的课呀 我们课不支持下载呀 是吧 所以今天啊 听我课的盗版商 你给我小心着这点 使不定哪天就给你打击掉了 是吧 一窝端 来 我们看看无形资产的特征 四个 第一 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并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这好说其实这不是资产吗 第二 不具有实物形态 第三 可辨认 第四 非货币性资产 商与商与商与 不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 它不具有可辨认性 确认条件两个条件 所有的资产都是这两个条件 第一 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 金额或者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来 咱们做一个例题啊 说下来各项中 制造企业应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是 A 以缴纳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是不是 是的 它是无形资产 B 自创的商与 商与本身就不是 我管你自创还怎么扔了 是吧 这不是 C 企业合并产生的商与 我不管你怎么形成的 你自己创出来的 还是合并产生的 那这个都不属于企业的 无形资产 D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 这是一套单选题 选就行了啊 这也不是 为什么咱还没讲呢 这题有点靠前了 靠前了 为什么 研究阶段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它是不满足资产定义的 所以我们后边会讲 我们内部研究开发的无形资产 在研究阶段的一律废用化 因为能不能研究出来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它不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说清楚了啊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应该是A选项 那接下来我说说这个商与的事啊 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商与 那大家看B是自创商与 这就是随着你自己不断的生产经营 不断的给自己积粮啊 这个积粮口碑 就像我们个人一样了 对吧 你有没有个人信用 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建设个人信用体系 所以你要注重自己的信用 那慢慢慢慢的你就有商与 比如说你现在到银行贷款 有的就能带来 有的就带不来 有的能带一百万 有的能带五十万 为啥 就跟你自己的信用有关 那我现在要重点说一下 这个企业合并产生的商与 什么叫企业合并产生的商与呢 简单举个例子啊 能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没关系 这个阶段 咱们压根就不想讲这东西 但是呢 我给大家说一说 你听一下就行啊 你比如说假 看上了银 说银呀你长得真好看啊 都能弯腰 带个弯腰 是吧 看上了银怎么办 想购买乙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假想买乙百分之百的股权 怎么办 那乙公司原来属于谁的 你比如说乙公司原来属于A的 说A原来占乙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说明A是乙的股东 对吧 A是乙公司的大老板 A能够控制乙公司 这个能理解吧 那所以呢 假不能直接跟乙谈吗 你跟他谈没有用啊 对吧 你得找谁 找A 所以假就跟A去谈 说老A 我看上了乙 你把乙卖给我吧 老A说没问题 没问题 那说这个乙公司 他的净资产 听好了 这个就有点专业了啊 听好了 跟住 他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八千万 什么是净资产来的 资产减负债 对吧 你比如说他 整个乙公司资产是1.8个亿 负债是一个亿 所以1.8个亿减一个亿 八千万 所有者全益嘛 净资产 他的账面价值是八千万 但是呢 这个账面不能代表公云 我告诉你 公云价值是一个亿 说这怎么回事啊 各位 很简单 人家这个账面上资产当中有个房 那房当时买的时候 比如花了五千万 现在这些房都值八千万了 这房都值八千万了呀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资产是有增值的 你这个企业不卖 体现不出来 当你把几业出售的时候 我当然 我卖我自己东西 我要按公云的 来 这个fire key 现在市场上 比如说 诚心度完全一致的啊 卖五十块钱 那我这fire key 我就要卖八十块钱 为啥 我拿过的 给你买不买呗 你同意买 我同意买 这不就公云价吗 我说过了 好 他的精神 公云价值是 一个亿 那说 A开价开多少 A开价开的是 1.2个亿 甲同意了吗 甲同意了 有人说甲疯了 公云价一个亿 你凭什么 花1.2个亿买 甲是土豪有钱呢 你管得着吗 当然这是开玩笑 那说甲为什么要多花两千万 那多花的这两千万是什么 各位 多花的这两千万 实际上是购买乙公司的商业 是购买乙公司商业 乙公司商业 比如说 我像我刚才举个例子啊 就举斯尔北地 说斯尔教育 咱们今年8月份刚刚上线 那么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不断的积累 假如说有个大老板要买我们 说你斯尔多少钱卖 然后斯尔小师就说了 小师说 一百个亿 当时我们的经厂 假如说只有一个亿 假如说供业价值是一个亿 一百个亿 他要买我们 多出来那九十九亿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不断的经营过程当中 自创的商业 自己慢慢积累出来的 所以现在乙公司人家也有商业 商业多少 两千万 那你现在花了1.2个亿 买人家净资产是 供业价是一个亿 对吧 你多出来的这两千万是啥 哎 就是乙公司的商业 所以回头来这叫什么 这叫企业合并产生的商业 行了吧 能不能听懂啊 你看这是不是挺好玩的呀 是不是 啊 行了差不多啊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问题 关于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那无形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即以取得无形资产 并使之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全部支出 作为无形资产成本 这里关键词就是达到预定用途之前发生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外购了一个商标权 那你的买价 那比如说商标权有注册 再加上注册费 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块土地送权 那土地送权要交汽税的 那你交的这个汽税也要构成无形资产的物资产成本 具体来看外购的 那么外购无形资产成本等于买价 加上相关税费 这个相关税费注意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汽税 如果是小规模纳稳增值税也是不能抵的 加上直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听一听就行了吧 没啥难度 对吧 我说几个你看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现在买了一项专利权 买了一项专利权 然后呢 这个专利权专门去生产A产品 我现在去 为了去宣传买这个专利权所生产的A产品 我发生的宣传费 100万 我发生的100万的宣传费 各位 他要不要构成专利权的入账成本 要不要构成 当然不构成了 你是宣传A产品的 你也不是宣传专利的 对吧 你这专利买来 是不是就可以生产A产品了 没问题啊 人家达到预定用途了吗 达到了 而你后续再发生的100万 你实际上是宣传A产品的 跟专利一毛钱关系都搭不上啊 说清楚了啊 来第二个 说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 超过正常信用条件 延期支付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这句话 是不是看成事成相识啊 无形资产的成本 应当是以购买价款的限值 为基础确定 这跟那个固定资产 到底是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把固定资产 套到这里就行了 什么意思 来举个例子啊 假现在 准备从乙公司这里 买一项专利 买个专利 说这个专利多少钱 三千万 奖师囊中修设 说老以呀 我没有那么多钱 能不能分期付 老以说没问题 分几年 分三年 来走 走 走 分三年 说每年年末 你给我付一千两百万 每年年末付一千两百万 那这三年下来呢 多长 三年下来是三千六百万 各位 你要是听过我上一节课讲 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就有融资性质 超过正常信用条件的 这个道理就知道了 这三千六百万是啥 本利和 对吧 哎 这里有本金 本金多少 三千 多出来的这六百万是啥 是你再用人家资金 而付出去的代价利息 所以对于无形资产来说 实质终于行事啊 你是花三千六 但是这里 真正你买无形资产 只花三千 而这六百 是你再用人资金 付出去的代价 这叫利息 利息你是不能进无形资产的呀 所以我们说应当是以三千为基础 记录到无形资产的入账成本当中 那就是把这一千二 这一千二 这一千二 按照一个折限率 折到现在算算是三千 OK了 那么实际支付的价款 与购买价款限制之间的差隔 除了按照快递准折 规定预资本化之外的 应当在信用期内 记录当期随意 那这六百怎么进 是平均进吗 各位不是采用实际利率法 要进行抬销的 来看快递处理啊 借无形资产 根据我们刚才的举例 应该是三千 然后贷长期应付款 这应该是三千六 插格呢 六百 这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你看人家这个名称上 给你起的很简单 也很好理解 先说这个融资费用 这四个字能理解吧 融资说白了不借钱吗 对吧 你借钱发生的费用调查 不就是利息吗 你像银行借了一千万 银行说这一年利息五十万 那这五十万不就是 你的融资费用吗 对吧 这没问题吧 那前面加了三个字 叫未确认 什么叫未确认 你看刚才我们画这个图示 是每年年末 你给一千二 你现在站在这个点 你还没付呢 利息发生了吗 发生了呀 这个点是有利息的 后续期间 这都是有利息的 但是你确认了吗 还没呢 啥时候确认 负的时候确认 所以它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很简单的 OK了 然后后续呢 我们采用实际利率法来摊销它 怎么它呢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就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当然这个利率i 如果不给 要采用内插法去算 考试一般都给 一般都给 好了 比如说我随便蒙一个 当然肯定不准啊 你记住我蒙的东西 80%都是不准的 i是6% 假如说i是6% 就实际利率是6% 那其实各位 我们听过固定资产的 这就小儿科了 假如说它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那第一年的利息怎么算 你告诉我利息怎么算 利息应该是本金乘利率 对不对 利息是本金乘利率 那本金是多少 写的呢 本金多少 三千 对不对 本金三千 好 三千是本金 利率呢 利率是6% 36 180 那么算上来的利息了 对吧 那好了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利息嘛 利息是融资的代价 为取得资金而付出去的代价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应该是进财务费用 所以借财务费用180 代未确认融资费用180 OK了 跟得上 跟得上 来 第二年呢 各位 到了第二年 我想问你 本金是多少 本金 你想一想 第一年 你的本金多少 是不是三千 而你第一年年末 你是不是付了人家一千二啊 而这一千二是什么 是本利盒 那这里有多少利息 这里有一百八十万的利息 所以 你真正付的本金不是一千二 是一零二零 对吧 我给你说一下 三千 减去一千二 再加上一百八相当于 这多少 一九八零 所以到第一年年末的时候 你的本金是一九八零 那利息怎么算 拿本金一九八零去乘以百分之六 算一下 乘以百分之六 这是一一八点八 这个不准啊 这百分之六不准 所以我就跟你说两年就行了 那这一一八点八怎么 就借财务费用一一八点八贷 位券融资费用一一八点八 这就OK了 对吧 好了 差不多了 因为这块呢 我们之前讲固定资产给大家说过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拘束了 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问题 是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各位 很重要 考试也很重要 啊 所以这块你要认真听啊 听明白了吗 说前面那个 老师我这个前面还没听懂呢 来来往前倒一倒啊 听完我这课之后 啊 你往前倒一倒 我们讲固定资产有立体 有具体的数字 那是固定资产 你可以把它套到无形资产当中 完全一致 好不好 来 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考点 叫土地使用权 我们之前说了土地使用权是什么 是一项无形资产 对吧 看不到摸不着的吗 但一定吗 未必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于土地使用权 你持有它的目的 包括你企业的性质不同 那么它的分类 不一致 我们看第一个啊 说以出租的土地送权 以及持有准备增值后 转让的土地送权 什么叫以出租 我把这土地送权 我是拥有它的守候权的啊 土地使用权 我拥有它的守候权 我把它租赁出去了 不是我自用了 我把它租赁出去了 以及我拿着这块土地 我是准备让它增值 增值后再转让 所以这两个它都不叫无形资产 叫什么 叫投资性房地产 那它叫投资性房地产 等我们学行者计划的时候 这个投资性房产也是一个重点 而且是我2020年考试的重点 具体为什么 那是因为跟租赁可以结合 这是一块啊 第二 我的企业性质变了 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大家想想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拿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拿地啊 拿地的目的是为了建房 对吧 把房产对外出售 那你建的这个房屋建筑物 各位是什么 是你的一项存货 那你拿地 你把地开发了 那不也是你的存货吗 所以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建筑物 这个土地使用权 它是企业的一项存货 那它是企业的一项存货 它不是无形资产 说清楚了 来 再往下 说企业外购房屋建筑物 所支付的价款中 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 啥意思啊 各位 来 你买了个房 我问你 这房在哪呢 在天上飞着呢 还在云里飘着呢 这房在哪呢 这房一定要落地 对吧 在一块土地上建造的 在一块土地上建造的 那好了 你现在比如说买这个房 咱们大家平时都说 我买房花多少钱 各位 你买房花了五千万 你是单买这房吗 你除了买这房的所有权之外 你还买了这个房 下边这块地的使用权 所以我需要把这五千万猜 房叫固定资产 地叫无形资产 那我就猜 能分的就分呗 对吧 比如说我这房啊 值一千五百万 这地值三千五百万 有时候老师你分错了 我跟你说中国那房了 就这房值一千五百万 就差不多了 真正贵的是土地 房的建筑成本才多少啊 没有多少 真正贵的是土地 所以这是能分的 要不能分呢 不能分 不能分就别分了 别强迫自己 人活着要快乐 对吧 不要强迫自己 说我就不喜欢你 不喜欢 不喜欢就不听嘛 对吧 别强迫自己 是吧 所以如果分不开 分不开就统一做固定资产 别分了 这五千万都做固定资产 合算就可以了 说清楚了吗 好了 这是第三个 然后其他的土地使用权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做无形资产核算的 包括房企 说我房企产开发企业 拿了一块地 这块地 我是自用的 听好了 自用干什么 在这块地上建办公楼了 那这块地叫什么 叫无形资产 说清楚了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无形资产 它的一个土地使用权 这四种方式 当然如果你要是看教材的话 有可能那上面还写什么 就固定资产 它基本上没有了 住会考这 也不考你这东西 所以接下来咱们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什么 无形资产 首先第一个 对于无形资产来说 它的特征是什么 特征其实也是它的定义 对吧 我们想想特征包括什么 首先第一个 它是拥有或控制的 对吧 拥有或控制的 你比如说那个拥有 指的是拥有它的所有权 控制 那土地使用权 其实你就控制嘛 对吧 你不拥有它的所有权 你只是一个使用权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强调 它是非货币 对吧 非货币性资产 第三个 我们强调是可辨认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可辨认这里 引申出来一个不可辨认的是商欲 商欲它不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 因为它不具有可辨认性 然后我说一下 这个特别大家学税法的时候 千万别弄混了 税法当中 把商欲作为无形资产转让 算增值税 那是税法的规定 而快捷上商欲就是商欲 它不叫无形资产 然后第四个 咱们一共四个特征 对吧 拥有或控制非货币性的可辨认 就是就得杀了 没了 就得杀 是吧 OK 然后这是特征 第二个 内容 其实 内容这里 你就记住 除商欲 以外的那些 不具有实物形态的 当然在这里 我要衍生出来一个点 是不是所有的专利权 都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呢 各位不是 我们说它的大前提是什么 是资产 资产 它在确认 是要相关经济力 很可能流入企业 如果没法流入企业 就像我刚才说 我的手机我拿了之后 我一吹 它就解锁了 这东西不具有可行性 没人用 吹事就能解锁呀 对吧 那你不像我说的 你吃个大蒜 是吧 你今天再吃点别的东西 带口味的那个重口味的东西 吃点韭菜 不 一吹 解锁不了 报了 所以这东西啊 我是有这个专利 但是它不具有 实企业经济利益流入的 那就不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这是给大家说的 刚才有同学说 还没有实物形态 写在这吧 没有实物形态 无实物形态 然后再来说一说 内容当中 衍生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关于土地使用权 这个土地使用权 它有可能是投资性房地产 有可能是无形资产 还有可能是企业的一项存货 还有可能是企业的一项存货 这是对于无形资产 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无形资产 我们取得 取得的话 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讲的是外购 今天主要讲的是外购 那么外购无形资产 这里我们讲了两项 正常的不用说了 说一下 如果你外购无形资产 超过了正常的信用条件 而延期支付的 那实际上这一块呢 对无形资产来说 它应该是以未来购买价款的限值 以未来购买价款的限值入账 所以这是整个无形资产 我们讲了这些 行了 差不多了 咱们今天呢 这个 就给大家准备这些课 下边这个呢 我们明天讲 明天晚上是最后一次课 有同学呆记了 说老师明天晚上最后一次课 剩这么多那种能讲得完吗 能的 你放心 我是有侧重点的 你放心 能够讲得完 行了吧 那我们还有五分钟 再给大家五分钟 抽什么奖 你这给你急的抽奖 抽奖 再抽奖就抽你 是吧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提一提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都谢谢 哈哈 这个奇迹在线 我错了 哎呀 跟你们也挺快乐的 有时候你们也真是气人 行了 那要是没啥问题的话 咱们就 兜里是什么 我哪有什么兜里是什么 啊 这兜里是啥呀 你看 来 我把那种递了出来啊 来 你不用 你不用回答 来 叫赵新河 这是一个男同学吧 那我看图像应该是男同学 我今天讲无形资产的时候 我讲什么了 我讲可别人 我讲可别人的时候 我说过什么 我说过西服 我说西服的时候 我上面是不是 我说这个小地球了 说不说 说了吧 上个不认真听 是不是 哎 没听课 对呀 你不认真听吗 所以你看 一下就让我给你炸出来了 好 所以这就是直播客 跟那个路播客 很大的区别 路播客也有路播客的好处吗 我管你会不会呢 我管你三天二天 我就讲 对我就讲 我就讲 路播客是这样的 那直播客呢 我们有互动的 你看到的不是一个死的老师 啊 你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 活灵在线的老师 跟你实时互动的老师 行了 那这样的话呢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 记录到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呢 是抽奖环节 当然不在这个直播间 抽奖环节 大家是记录到下一个直播间 我们专门有个抽奖环节直播间 我先休息一会儿 休息两三分钟 啊 导场 不在这屋抽了 得换别的屋 好 导场 然后咱们到另外一个直播间 我们给大家抽奖 啊 当然除了抽奖之外 我要讲讲珠块成绩的事啊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就下课咯 各位同学下课了啊 下课你可以退出去了 你可以退出去了 我得下课咯 退出去 我再说一遍 进下一个直播间去参加抽奖